祖母留下的老菜簿卖向不佳 却是美食炖鸡汤的精华 也能够成为助人的利器 在外埔经营传统超市的乌利雪 长期致力于照顾社区弱势 为了替社区准备就读大学的学生筹措学费 想到家中存放着30年前祖母留下来的老菜簿 她领激动将其分装贩卖 借此与大家来分享传统美味 同时也替当地的老洛筹措生活费用 增加收入 杂货店内跟随老板娘的脚步 拿出珍藏了30多年的老菜簿 虽然看上去黑黑干干卖乡不佳 但却是很多料理行家做菜的灵魂配料 为补偿其致力于照顾社区弱势的乌利雪 近期听闻准备就读大学的学生 缺少学费就学 她领激一动将老菜簿分装贩卖 凑绰学费 因为上大学要买冬买塞账 就因为这个爱心 我才想到我们社区 我们阿嬷都已经现在也整百岁了 有三岁老菜簿 那我们也想说 可不可以将这些卖卖的佣金 贩卖的佣金一些辅佐社区 起码要有澳数连以上 才能像这个黑黑的才能算老菜簿 老菜簿用途是真多的 退热消炎 降火器都很好 老板这一瓶多少我要买 物理学表示家中的老菜簿 是30年前祖母流传下来的珍宝 都是用有机白玉萝卜整条下去腌制 无论是炖鸡汤炒菜都相当美味 消息传出已经有民众购买好几十斤 而物理学也协助老人家 将他们自家腌制的老菜簿 无愁协助贩卖 希望替老人家增加收入 买这个吃很好 对小孩子也很好 煮汤对身体很好 吃得很健康 帮忙理事长做爱心 他看到东西说 这个一斤两三千块都帮我们买走了 我剩下不多 所以现在剩下我们社区 就是帮忙社区照顾老人的老菜簿 除了成年老菜簿 店内也贩卖无独日晒米稻 饱咪香等古早佳肴 协助弱势 这间看似小小的杂货店内 不只贩卖百货商品 更是相间传递爱心的平台 接着两位台中采访报导